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期直播刚讲到关键的时候 突然被黑客给干掉了 上一次讲到设计的老郭 到底是在美国坐牢呢 还是在中国坐牢 中国受审 我倾向于分析出来认为 王岐山副主席和傅政华部长 他们出于个人感情的需要 应该说更希望郭文贵被引渡回国 要想引渡郭文贵呢 第一步首先要打掉他的政治避难 所以说想为国家立功的 想为灭国立守功的 一定要想办法在阻断郭文贵的政治避难方面出力 这是你们立功建国立业的一个方向 虽然说中国政府 以中国政府发第二道红色通缉令 国际刑警组织针对郭文贵的第二道红计令 是根据他强奸马蕊的铁的证据 就是他的经班啊 他在马蕊的这个内裤上留下的这个经班 根据第一鉴定的话 可以百分之百的坐实郭文贵强奸这个事实 这个证据 马蕊的这个内裤现在在公安部 公安部的手里面 公安部现在非常不积极的提供这个证据 让美国的专家去做一个鉴定 因为美国也是打击强奸犯 这个metoo运动方形为业 势力很大 如果中国公安的手上真的有这个马蕊被强奸的这个铁证的话呢 拿到美国了 这个就非常简单 就把郭文贵以刑事罪逮捕 那么逮捕之后呢 首先第一个先在美国审判他 那么美国会给他判刑 那么他要在美国坐完了牢 然后才能够遣返他 把他驱逐出境 这条道路显然不能够满足他诽谤的一些人 尤其是中国一些高官的一种心理上的一些愿望 这个当然对官贵来讲呢 在美国坐牢是一个好事 美国宁愿死活也要赖在美国 那美国坐牢起码还有王彦平同事给他去送个这个探个间啊 定期去看望一下他 这个到中国就惨了 到中国非得给整死不可 所以说这个郭文贵现在呢也加大了力度啊 对于这个政治避难的这个所谓郭文贵保卫战啊 现在主要精力是用在了郭文贵的这个政治避难保护战上啊 他们对于那些所谓的伟类啊 也加大了攻击力度啊 攻击的这个内容当中也加深了政治避难啊 郭文贵现在新造出了一个理由来 就是他控诉这个又又宣称又控诉六个人吧 美国是什么陈军呢 有陈军啊 所谓号称是他把陈军定的角色是吴征手下的一个一个小特务啊 吴征是个大特务头子在美国要陷害郭文贵 那么陈军呢 据郭文贵自己讲到过他家啊 安过摄像头啊 试图给他下毒 要毒死他 这是大片的题材了啊 当然没有证据啊 陈军也不认罪 陈军不服 要求跟他做直播做对峙 那么他呢也不敢 但是他已经起诉陈军了 据我们的卧底啊 我在挺国会里啊 在郭的团队里有 我的人 我据说是加上了一项新的内容 所以对于陈军呢 对于袁建兵啊 对于这个美猴王啊 这个林雨丹 还有加拿大的什么黄河边这些人 所以他们的起诉呢 都加上一个新内容 就是说他们试图干扰郭文贵的生意 什么生意呢 就是通过破坏郭文贵在美国的政治避难 破坏郭文贵的生意 就想想啊 这个罪名啊 这个应该是不成立的 但是他写在诉状里面 据我们的情报认为是 他写在诉状里 他就是要诉袁建兵 诉陈军啊 说他破坏他的政治避难 那么破坏他的政治避难之后呢 他的正常的官贵的正常业务就没法做了嘛 对不对啊 这个是不得了的 所以呢 这个陈军袁建兵这些人都是坏人 新的伪类 这是新的伪类 这个内容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 现在看来灭郭妖啊 和这个郭文贵保卫战 这个焦点是在政治避难上 啊 我们认为 我认为郭文贵没有资格获得美国的政治避难 那么他认为你干扰他 你干扰他政治避难 你已经这个侵犯他了 他就要告你了 这个焦点在这个地方 说一下这个 简单说一下这个贸易大战 这个贸易大战和郭文贵有什么关系啊 有关系 中美贸易大战 这是 这个是不是一日之功啊 是积累了十多年 从00年开始啊 世纪转折点上 中国终于说服了美国的资产阶级利益 主要是克林顿那个政府啊 认为让中国加入WTO是好的 二 中国生产新产生一批新的中产阶级 他们有了一定的物质生活的保证之后呢 他们自然会追求民主自由法治嘛 只要中国追求法治 真正的法治 美国这样的法治 那么中国慢慢的啊 就跟这个WTO啊 这些规则呢 就比较畅通起来 就打个粗钱的比方 美国人当时克林顿他们认为 就好像你一对小夫妻刚结婚 结婚的时候性生活一定是不和谐的 哎 过一段时间 过个十年八年 他一定就和谐了吧 就是这个意思 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没有实现 中国政府非常坚定的 抗拒了WTO的规则 对于向美国政府的承诺 向这个WTO组织的承诺 入会的时候承诺 完全不对线 包括市场的开放这方面的 而且加大了对美国知识产权的这个偷窃和盗窃 这例子就太多了 咱们今天就不展开说了 总之 川普这个老兄竞选的时候就做了承诺 说一定要让中国遵守WTO的规则 让中国尊重契约精神 加入这个俱乐部 加入这个WTO俱乐部之后呢 要照着规矩来 答应的承诺 该放开的一定要放开 结果大家都看到的是恰恰相反 中国根本就不反应 而且封网力度不断的加大 同时加大了对西方 资本主义社会 民主自由社会的渗透和收买 那么现在美国的下层劳动人民受不了了 这个上层华尔街那人啊 资产阶级是从中国加入WTO俱乐部 这个过程中是受贿的 因为好多厂商啊 可以把这个工厂搬到中国去 中国的土地不怕污染 排点污染什么的 跟政府官员一勾兑就没事了 在美国的话 你要是破坏环境有污染 那罚的非常重 罚的也破产不过 所以没有人敢 所以美国的环境非常好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生产成本非常好 我举一个例子啊 我看到有一个坦康猫啊 去在东北某一个商场去买一个 给他爹妈买了一个微波炉 我看到一件1200啊 1200个一个微波炉啊 我一看 还是个在美国来讲是个杂牌子 是美迪 叫media 美迪 那个在美国是不见明不见经传的 是最不值钱的一个牌子 那个牌子的或者是同类的那种 牌子那个微波炉在美国买的话 最多30美元 30美元也就是差不多是180块钱人民币 可是在东北卖1200人民币 我觉得说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的收入这么低 而且用的产品这么贵 这个莫名其妙 而且我相信那个产品不是美国造的 就是中国本土造的 如果同类产品是从美国进口的 那就更贵 可能可能得卖200多 这个这个是极其不合理的 为什么这么贵啊 因为政府加了太多的税了 加隐藏着关税 如果来自外国的话 有各种关税 有各种什么增值税 各种税吧 反正就是多禄牛毛 所以说中国人民享受物质财富的 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这个就是因为贸易壁垒造成的 其实中国政府加的各种产品上 这个贸易壁垒是最高的 但是呢 中国的这个官员 他不这么跟老百姓说 中国的环球时报 讲的都是其他的另外一道歪理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呢 就是说中国人啊 一方面工资非常低 另一方面呢 买个东西啊 买个电器啊 买个甚至食品 就成本非常高 甚至比美国还贵 我就不理解 不理解 其实我理解 就是中国共产党啊 垄断经营 很多东西比如讲啊 呃 随便讲 比如这个这个果汁啊 橘子汁 美国可能有那么十几个大的生产商 那么一定是在美国卖的 比在中国卖的 美国便宜 中国贵 为什么贵呢 那要是贵的话 咱也可以成立一个公司啊 咱就是从美国买便宜的 咱们从另一个管道往中国运吧 咱们就是这样 往中国的那个出口商 就是中国的进口商多了 那不就便宜了吗 这个基本的 基本的经济原理就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供应多了 它价格就降了 对不对啊 可是那是指的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supply和demand 这个这个是指的自由经济 自由经济 中国不是个自由经济 中国是一个实际上是个垄断经济 中国基本上来讲 这个橘子汁 你要想喝到这个橘子汁 一定是一个垄断的国营大企业 那你只能通过它进口 你利用另外一个人 像我去搞一个贸易公司 建这个不允许 所以它进口的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价格 两倍三倍五倍的往上涨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产品 来自外国的产品 它总是很贵 其实在外国的产品它更便宜 尤其是农产品啊 农产品像大麦啊大豆啊 这个都是非常便宜的 这个利润都被中国政府和中国的所谓的国营企业 垄断经营啊 就是中国人就买不到竞争的这种 这种便宜的产品 这是真正的问题 WTO的规则是要求中国政府要开放这个市场 允许大家都去做这个生意 不能垄断 开放市场 那老中国老百姓就能买到便宜的东西了 我讲的这个最简单这个常识啊 导致贸易战争的这个常识 你们是听不到的啊 中国的官方媒体全给你讲一些歪理 他给你编一套另外一套瞎话 所以这一套贸易啊 所以这个中美贸易大战 道理上讲啊 川普总统啊 是占了道义的上风啊 中国是一个小小无赖 是个是个二赖子啊 打印的东西不对线 人家不跟你玩了啊 人家想搞一套搞个TPP也什么的 搞另一套这个俱乐部啊 人家俱乐部他妈一流氓在那站着 我们跟你讲理啊 你也你也你也不你也不听啊 你也不改 像就这么个问题 实际上从长远的一讲 中国人我们自己必须得 慢慢的建立这个契约精神 就是签过的约 答应过的承诺一定要兑现 这就包括做生意啊 不仅仅是国际贸易啊 你本国的这个销售的过程中 也要讲究这个 我卖给你这个葡萄酒 好喝他怎么好喝的就是 我说能长能长寿 他必须得能长寿啊 如果不能长寿的话 我这广告就是假的 那广告假的 中国有立法是不允许的啊 你假你你你你这个产品 你没有这个功效 你吹有这个功效 罚你的款啊 将来政府的角色就是维持一个秩序 鼓励所有的人啊 有本事人你愿意做生意 你有本事做贸易 你去做啊 国家没有垄断 国家鼓励竞争 只有竞争才能让好的产品 卖的价格最低啊 那国际上的这些名牌 咱们都能够用一个公平的价格 去享受 这是竞争的结果 咱们现在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 中国那些国营企业 用垄断式的精灵 在阻挡这个WTO的这个规则的执行 这是导致贸易战争的最根本的原因啊 这个原因你听不到在中国啊 你听不到他不让你讲 所以说中国现在是负于顽抗啊 不过怎么说吧 这个中美贸易大战呢 这一次啊 川普这个班子呢 是是是铁了心的要要要搞了啊 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说 两会开完了之后啊 习近平主席当当选主席 王岐山当了副主席啊 川普总统到现在都没给他发贺电 啊 这个没给他发贺电啊 啊 这个这就不得了了 这个这个是很丢人的事啊 这个是 那么前几天刘鹤 就是习主席的 习主席的铁哥们 一块长大的 刘鹤来了一趟华盛顿 就想说说咱们好好谈吧 以前的理由搞好中美关系 咱别打贸易大战 中国中国的那个黄金时报的说法是说 哎贸易大战是没有赢家啊 嗯是双输双输个屁啊 你看上海的股市光光光光光跌 跌停板了都啊 美国不是没受什么影响啊 所以说这个呃 这个美国从贸易上来讲 我不跟你中国做生意 我还可以跟巴西做生意 我还可以跟印度做生意 跟愿意给美国做生意的国家多的是 不缺中国这一家 但是中国依赖美国的这个这个生意伙伴 所以中国是输不起的 所以苦的是中国人这个贸易大战 那么中国是靠这个向老百姓欺骗啊 灌输啊 然后渔民啊 封网用这种办法试图渡过难关 这就是清朝末年清朝末年啊 那个满族统治者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压力 所采取的同样的对策 这个是走向死亡的一条错误的思路啊 到现在啊 还意识不到 必须开放 向世界开放 好东西才能合理合法进来 那些新的创意 比如说我发明的很多的这种好的饮料啊 你得开放 允许我去到中国去公平的去竞争 去推广好东西才能够落在中国落地生根 否则的话中国永远落后于世界文明 那么而且呢 这个契约精神 其实就是我们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当中的一部分啊 你要讲普世价值 你你认同普世价值 这个契约精神是天然的 答应的东西 我们必须得承诺 承诺的东西必须要做到啊 这个是咱们老祖宗也是一诺千金啊 一千金都买不了一诺 一诺千金就是这个意思 答应的东西必须做 现在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就是个二赖子 就是个不讲理的一个员而无信 答应的东西不承诺 就这么一个形象 所以是非常臭的啊 我们未来建立了推翻共产党之后 建立了宪政民主的话 那一定是要承诺的 要不我不承诺 我不答应 那么好好谈再多谈几轮 那么一旦答应了就必须承诺 现在中国就是让人家要惩罚 所以这个川普总统是占了正义 中国现在是理亏的 那么为了应付这个难关 这就是王副主席要出马了 王副主席就有点像清朝末年的李鸿章一样 那些难题啊 那些处理不了的国际纠纷呢 尤其是跟美国就对老王要出 要出动了 老王一出动呢 这个郭文贵这个位置就很微妙了 老郭就危险了 老郭就危险了 那很可能这个中美谈判的过程中啊 老王根本就不用花额外的 不用花钱就就把就把老 这个这个郭腰给拎回去了 作为一个派作为一个大包一块 郭文贵也算在里边了 中国政府在某一方面让个步 所以说就说老郭是有可能会提前被牵犯 当然了 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没有这个权力去强行 终止郭文贵的政治避难的这个程序 他既然已经申请了美国的政治避难 他这个程序必须得走完 但是呢一定会给他加快 让他每一步都早早的失败 失败失败 那就对不起 请你走 所以说现在呢 郭文贵也加大了 对他的这个政治避难的保保卫战 他已经感觉到压力了 这很好嘛 这很好嘛 有人刚才提到是这个 说他对吴征的这个他起诉吴征啊 130多个亿 说那个案子撤销了 是的 我注意到那个新闻了 确实已经撤销了对吴征的这个控诉 他控诉吴征呢 不是诽谤 他也不是特务 他控诉吴征是 fraud 英文叫fraud 呃 就是 欺诈 欺骗 他那个意思就是说 吴征这个小子啊 实际上是背景很深的 是代表专业组 代表孟建柱 代表王金山的 跟我来谈谈啊 给我下命令 让我照着他的去做 我要不做的话呢 他就一转身回家去抓我的家人 查封我的大楼啊 所以说我大楼你看丢了这么多 就是因为吴征给呃 这个这个这个啊 我没听吴征的命令 吴征一转身就回去 他把吴征说成是他妈的中国政府了 哈哈哈哈 但是这个是扯击不大 没有任何没有任何根据的 所以是他撤掉呢 他撤掉应该是我判断是他的律师 可能是觉得太丢人了 他请的是美国大牌律师啊 这个叫Foley 他他起诉吴征啊 起诉吴征诈骗 用的是大牌律师叫Foley 这个Foley不光起诉了吴征 帮他 还起诉了弗洛伊达州的一个 像我这样一个自媒体啊 叫Roger Stone 老美啊 老头儿 比我大 他起诉了 那个老头儿一个亿啊 笑死人了 那个也是Foley 大牌律师给他做的 我一看这个塑状 哇啥 他写的确实很 塑状的字面意思很很有力量 但是当然没有证据啊 纯粹是吹牛逼那种 也是过了几天 那个塑状也撤掉了 也撤掉了 换了一个小律师 还 那位吴征这个呢 也是过了没几天 吴征律师一应对 有个应对 就撤掉了 至于说他撤掉之后 他是不是转头再换一个律师 再来呢 还是就不追究了 咱们可以进一步观察 但是确实此刻现在 他控诉吴征诈骗 那个案子撤掉了 那么吴征现在反诉他诽谤 这个案子还是在的啊 所以是这么一个状态 郭文贵现在控告这个陈军和控告袁建兵的这个案子呢 我看了一下啊 我今天看到了 是 郭文贵内部 我们的 我们的人跟我说呢 就是说是 郭文贵现在加大了力度 所以说在这个陈军和袁建兵的这个诉状里面 就是控告陈军和控告袁建兵的诉状里呢 都加上了这个政治避难 就说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呢 阻挠和干扰了郭文贵的政治避难 那所以说给他造成了损失啊 这个要起诉他们500万美元啊 大概是这么个这么个这么个说法 这个是很可笑的 我认为很可笑 有问题可以刷屏 这个五一共振啊 有朋友跟我说五一共振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觉得大家可以正面看这个事啊 这个事因为各地的国宝啊 需要你们跟他们这么折腾折腾 你折腾折腾呢 他可以多申请点经费嘛 这样的话呢 他们可以多赠点奖金的啊 所以五一共振是个好事啊 因为现在一现在这个两会开完了之后 习近平主席和王岐山副主席 他们巩固了权力之后啊 现在看来 中国呢 如果啊 如果他们两个人没有这个大志向 要做中华好男儿 结束共产党的这个一党专制 学奖金国 如果他们不这么走的话 其实他们更好的一个办法是 干脆把这个假共和 伪共和把他废掉 恢复帝制 就是让习主席当皇帝 恢复中华帝国 就是走袁世凯的道路 为什么呢 那样很省钱 那样咱们老百姓的负担会小得多 你看现在哈 这些每年开两会啊 做这个猴子演戏的这个 这个假民主假伪共和 太他们成本了 将近三千人在北京开这个会 全国多少人停工 多少人加班 那这个这个他成本太高了 然后如果习主席是皇帝啊 是我中中华共产帝国的皇帝 的话呢就是名正言顺当皇帝啊 咱们中国人只养着习家一家就可以了 咱们就或者养他三百年 让他们三百年让他们姓习的这一支啊 可以吗 我们养着他啊 这个要好 否则的话这些这些这些假民主啊 这些演员啊 他他们得每年都换啊 两三年换一拨换一拨 他换一拨就是咱们老百姓身上的狮子啊 苍蝇一样的 他吸咱们的血啊 如果咱们啊 有地质啊 地质实际上成本比伟共和成本要好 要小得多 而且地质啊 人家这些皇帝封的这些贵族呢 他真心的热爱这个国家 那他觉得当自己的家 他不会说把自己的呃 什么二奶三奶啊 师生子啊送到外国去 自己的孩子送到外国去 而且在外国搞个立款 待下来他不会的 他他他宁愿热爱 真正热爱自己的国家 谁不热爱自己的国家啊 所以说地质统治者啊 他对于自己的国家 对于人民 会当儿子 当子民对待 对自己的土地啊 他是追求一个长远的一个一个生态环境的保护 不会污染 所以说地质比伟共和啊 他这个老百姓的负担呢 要小得多 大家一想就明白 否则到现在共产党的官 你要各几年换一茬 换上了全是恶狼啊 他们没吃饱啊 他他他拼命捞 等他捞肥了 又下去了 又换一波 所以咱们是不断的被盘剥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生活 咱们买的产品都世界上最贵的 所以说实际上 伟共和真的不露 真帝制 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 呼吁这个让习近平主席和王一山副主席呢 干脆呼吁地质啊 这样的话呢 北大清华的教授可以给他们劝劲呢 让他们给恢复地质算了 别搞你妈的假共和了 太累了 这伪共和国 这些二会全是猴子穿着名牌西装 在那儿学着说人话 就笑死个人 而且浪费 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而且过几年他们换一波人 他咱们打掉一帮人又换一帮人 这些他们都是恶狼 都要咱们纳税 都要咱们去养活他们 所以说我建议 如果习主席真想明白了啊 坚定的不搞民主 不把共和国做成真的 不把这个人大代表会当成 做成一个真正的代表民意的这么一个大会的话 那就干脆退一步 退回帝制 帝制更好 更有成本 而且习主席在世界上脸面一旁 我说皇帝啊 我说14亿人的皇帝 你想那多爽啊 那川普见了他得下跪啊 那级别多好啊 所以我觉得呢 予起要么是搞民主 搞就搞真的民主 像我们民主人士所追求的 真正的搞法制 搞民主 搞选举 放开言论 给人民自由 把这个中国的主席去掉 改成总统 就像美国这样 总统是选出来的 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竞选的时候承诺了 要解决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 贸易逆差问题 那现在就东正阁的 我他们要罚款 啊 这就是川普做的 他要向人民有个交代 啊 所以说这个是 这是真民主 真共和 咱们中国啊 现在做不到 咱们中国是一个假共和 假民主 那两会都是表演 纯粹说的都是屁话啊 都是猴子穿着名牌激装 在北京开会 都是盗国贼 内包家们都是切国大盗啊 他们网称代表啊 民意啊 其实是假的啊 这个其实演的也蛮累的啊 我你给我一万块钱 让我开那会我都不愿意去 太累了啊 为有为自己的良心啊 而且被那个现在的这个摄像机拍了 家乡的人民还可能看到呢 以后以后我的子女怎么做人呢啊 丢人不丢人啊 所以说与其那样的话呢 我觉得演那么累啊 干脆让习主席恢复地质 当皇帝最好 那么如果不当皇帝的话呢 那老百姓得想办法加大压力 配合川普总统啊 给他的压力啊 从民间啊 就是响应这个五一共振啊 就是逼着习主席啊 把法治做实啊 就说真正搞民主才行啊 让他学蒋经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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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需要老百姓参与 要要老百姓要参与才可以啊 啊必须得呃 比如说他现在是动员的是要五月一号 上各个城市的这个中心的广场和火车站去聚集啊 去举牌也好啊 去这个呐喊也好啊 去这个啊 如果全国都统一动起来的话 那国宝那那一天就多挣好几百块钱的这个这个奖金吧 你帮了他们 而且实际上大家互相也是个摸底的过程 国宝也摸一摸你老百姓你到底有多大的反抗情绪啊 啊那么老百姓也知道那些想推翻共产党人也知道哎 国宝是怎么来镇压我们的啊 啊国宝都有什么手段他来的路径是什么 这是一个双方摸底的一个一个过程啊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 当然了啊当然了这个像这种五一共振也好 全民共振也好 他是所有的人用脑子去思考积极参与的过程 要要要动脑子啊 啊小心不要啊被人家这个啊被人骗了啊 要动脑子啊相信全国要求民主真正愿意为民主付出 愿意走上街头的人还是有啊到底有多少咱不知道啊 这个需要不断的去锻炼啊不断的去沙盘推演不断去摸底啊 这个是差不多也是唯一啊唯一的一条道路了啊 啊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敢做的话那你干脆认命算了你就当习主席的臣民吧 干脆劝习主席当皇帝啊咱们就像大清朝那样那多好啊啊那也没什么吧 那样的话没有这么多当官的经常换来换去的啊 养肥了一匹老虎又来了一帮恶狼啊你得养活他啊 他他他他他吸你的血啊啊所以说这个要想这个让中国啊加入世界大家庭 不受到川普总统这样的贸易制裁啊 啊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中国啊中国的这个国家啊在国家的层面啊 与外国打交道的时候遵守承诺就可以了啊自己签过的约啊要认啊要认要承认 包括啊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时候签署了那么多的人权公约啊那个世界人权宣言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普世价值的基本内容啊 这个普世价值现在习近平上台以来就不让讲了啊所谓欺不讲其中就是普世价值不让讲司法独立不让讲 这就直接把自己在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里边的会员资格给自己把自己给砸掉了 所以不知道习近平是怎么想的习近平身边的这些毛氏啊这些社科院的教授这些清华大学的教授这些北京大学的教授啊这个国家政策研究室的这些研究员 你们有没有基本的担当向习主席讲点真话啊给他稍微普及一点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联合国是怎么设立的联合国的设立当年的中华民国是怎么做贡献的啊 以及联合国设立之后这些条约是怎么样为全人类做贡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常任理事国 为什么在里边要扮演一个流氓恶棍的角色啊 为什么不可以正儿八经的穿着既然穿着名牌西装就像一个人一样说人话认同普世价值啊 把中国的大方向想把它拆掉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对吧 否则的话你太溜人了嘛 你大方向想拆掉一中国人年轻人的这个下一代年轻人这个聪明才智 好多东西我们可以自己发明出来 没有必要非得到美国去偷啊 你可以自己让自己年轻人有创造性的思维 智商也不差 这个现在的信息都已经革命了啊 那个可以多学习人意的东西自己加上自己的脑力创造啊 那那那也可以嘛 为什么去偷人家的呢 你自己发明东西你也可以一转身利用相同的啊 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则把它卖给其他国家啊 对不对啊 你现在华为现在老着急要想把自己产品卖给其他国家 人家经常受到这个为为追堵截 实际上就是你制度不对嘛 有些我相信华为除去偷了一部分知识产权之外 他自己也有研发 但是人家就总是说你偷了我的 你这个就是你过去偷了我一个什么什么 我现在就是动员我们国家的这个国会 我制裁你啊 不让你进入我的市场 就是搞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这么一个环境啊 所以说这个中国在国际上受到为追堵截 就是因为自己耍流氓造成的啊 从小来说就是郭文贵 对这样的烂人流氓太多了 而政府里面的官员 好多人啊 知识 知识也不具备 比较愚昧吧 见的比较少 另外呢 心态也不对 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狭隘的民族主义 导致了自己没有一个公平公正之心 所以说跟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 总是非常确得 形象非常糟糕 吃相难看 而且真正给中国丢人的 就是这些人啊 控制着国家权利 在国际上以国家的面目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啊 那个发言啊 那个举手的参与啊 都是流氓 都是耍流氓 这个是太丢人了 这个给中国这个人种丢人 给中国这个文化丢人 所以现在这是我们的国家 在国际上的一个地位 非常遗憾 谢谢 赶快刷屏 不行的话呢 咱们就早点结束 郭文贵是缺点文化的流氓 郭文贵这个 不说他 郭文贵 基本上 郭文贵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他 他可能是希望在美国呢 哪怕坐牢也要待在美国 但是从王岐山啊 傅振华他们的角度来讲呢 而且还有黄燕的小手 他们当然希望郭文贵 把他弄回来呀 坐牢也得在中国坐呀 所以这是一个矛盾啊 这是个矛盾 郭世建已经是历史了 同意 郭文贵还有钱吗 郭文贵有没有钱 不知道 他应该有点钱 现在呢 大家告他呢 有些人担心告赢了之后 拿不到钱 现在就开取 开始要求立案的时候 要求法官 让他先放一个保证金 先放一千万 一个亿的保证金在这 保证你输了官司之后 你有钱来赔偿 所以现在都在采取这个措施 否则的话 他跟你玩 说说李文和 李文和那个案子太老了 我不想谈 今天没有时间 你什么时候起诉 随时起诉郭文贵 随时 文件正在加紧赶制之中 武艺说的不是举牌 不堪口号 这个没有人限制你 你就看你 因为全国各地国保 他这个防范措施也不一样 警力也不一样 没有人强制要求你举牌 或者不举牌 你自己根据你当地的情况 自己摸索 不要遗憾 中国只是欲获重生一条路 破而后立 希望大乱之后是类似美国的一些 我希望这样了 这个呢 中国共产党垮了之后 这个要看 是什么素质的人出来建国 如果是一些共产党员 老共产党员 或者是那些大富豪 像郭文贵这样的人 他没有基本的人性 没有对于公平公正 有一种比较高的追求 那这些人组的共和国 就有点像现在普京组的国家 这国家也烂得很 会慢慢的 如果国际环境允许的话 会慢慢的演化成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共和国 真正的 那也是漫长的 换一种情况 如果是一批很高素质的人 像美国的这个建国的国父 华盛顿 对吧 亚当斯 这个哈密尔顿 或者是这个杰弗逊 这样的人建立新的国家 就是我们 我讲的这个3000个县布书记当中 这个接生婆 接盘侠和接生婆 就是未来的这个宪政民主制度 这个接生婆 如果接生婆素质很高 这个孩子落地的时候 他不会很疼痛 他有一双温暖的手 接着这个孩子 就是我们这个 未来的新的宪政民主的制度 会顺顺当当的 在中国生根开花 结果 我们的后代子孙 会在一个比较文明 比较优秀的社会制度下生存 那样的话 可以吸收全世界各个国家 的人才 的年轻人 到我们这来 跟我们的年轻人结婚 在我们的学校里就学 然后在这买房子置地 然后做生意 然后传播咱们中国的文化 回到他的祖籍 然后把他的祖籍 递得好东西 好的产品 好的文化 好的姑娘 好的小伙 带到咱们这来 那中国 那个时候就有点像 现在的美国 世界上最有钱的 最聪明的 最帅的 最漂亮的人 到这来聚集 那么就是形成一种竞争的优势 前提条件是必须有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制度 就是类似于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制度 如果大家现在努力有这个意识 参与第一步推翻共产党 砸烂共产党这个政权 那么第二步呢 建立一个新的像美国这样的一个更好 更公平 更文明 尊重人权的 宪政民主的一个普世价值的一个制度 那我们中国就不得了 咱们这个地方非常好 地缘并不错 因为往南方的话有越南 柬埔寨 什么印尼 新加坡这些地方 他们都愿意往北边到我们这边来生存 往北方的话 我们的环境像朝鲜呢 这个民族啊 日本呢 而且这个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从我们清朝夺去的这些土地啊 他们都他们的都不愿意到这儿来 蒙古啊 年轻人都愿意到咱们这个东亚啊 就是中国中中原这块地方 都愿意到这儿来奋斗啊 现在不能实现 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搞的这个苏联模式 太落伍了 而且习近平上台以后呢 开始开倒车啊 封网啊 抓人啊 欺负奖啊 这都是逆人类历史潮流而动的 丢死人了 笑死人了 大家不知道习近平想干什么 从内心里边很多人也觉得 没有能力推翻共产党 或者说没有这个勇气跟共产党战斗 那么很多人呢觉得非常失望 所以就带着钱把子女送到外国 都移民了啊 就觉得对那个国土啊 就是没有希望 这个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一种局面 中国宪政民主法治爆强啊 还要用和美国打贸易战呢 美国的中国孩子 没看到 说说杜正东 杜正东那是现在都老人了吧 四川大学吧 好久没听过这个消息了 二十多年前了 好 谢谢大家 有个别人啊 出言不许 我都不搭理你了 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我也没得罪你 你这个出言不许 你想想你是什么心情啊 这不是你自己 说说坦克帽不错 封网 现在不是照样上YouTube 国内的要翻墙啊 我们在外国当然不需要了 那个原乡居士认识吗 原乡居士我知道他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再见